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能一日再解释这个道果 不能依照他的文字去解释 我们也必须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释 大家知道中文字里面有夜日旁的 有夜量旁的 像肝 臂 慧 就是代表正常的人体器官 有这个病日旁的 有没有 上面一点 一横 这边两点 例如 病 皮 脊 代表身体不健康的 但是我们不能依照这种说法去讲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这样讲的话 胖是正常的 胖有夜日旁嘛 对不对 瘦是有病的 瘦是有病的 我们人应该是不胖不瘦才算是正常 对不对 所以师尊以为啊 像这个供养的问题 像供养的问题 应该在随意 跟要人家很多钱的中间 这个才是正常的 师尊给人家随意 大家就变成随便 那你要人家很多钱的话 人家说你这个是贪财的 贪财的上司 所以你不愿意做贪财的上司 也不能做随意的上司 那就要讲忠道 你看看别人给多少 差不多就可以 差不多就好 差不多 我们中国人经常讲 差不多 差不多先生 也差不多 就算是可以 你给的太少 你不会中法 因为我这个法求来太容易 你给的太多 你又认为这个上司是贪财的 所以人也是很难做得刚刚好 甘甘好啊 甘甘好 甘甘好 蛮难的 非常困难的 就是 就是一种忠道的精神 一种忠道 一个忠道 忠观的 这个恰到好处 会比较好一点 会比较好一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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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